外地人初來廣州 可能會感覺到廣州人說話很廣告 廣告到底是為什麼呢? 原來廣州人一直以來是很廣告意頭的 正統的稱為土口彩 但廣州人只會說廣意頭 廣意頭就成為了廣州民間的一種講話習慣 他包括在特定的場合說吉利的說話 和為事情取表達吉祥美好願望之意 廣州人歡喜土口彩 特別歡喜3689這些數字 車牌上若然有388或者699 價錢會比一般的鬼 若然被廣州人選手號碼 大部分都離不開 三呀六呀八呀九呀之類 聽起來就好像是 生猛 六市 發達 長久 好笑頭 開門做生意的日子要廣告 最好定在3號 6號 8號 9號開張 意思即是 長久發財有生起 連店舖招牌的長度和高度也有廣告 長度要3.8米高度要1.8米等等 至於 分刑架取選擇的日子 當然就更加離不開 389數字的這些日子 廣州人認為 你的數字會帶來幸運和吉祥 很重要 討厚材其實各地都有 就是利用語言的諸音 和一些事物的特性加以新的語意 寄託人們的心理願望 討厚材 收地域性限制 不同的方言產生不同的諸音 形成不同的口才 廣州說白與法聯繫起來 帶法治的東西也與法財聯繫起來 農曆新年吃飯的時候 人們點的菜全部都是要吉利的 譬如說 法財會豪市 改名法財好市 菜爬不菇改名滿地金錢 白卓蝦改名滿堂兆蝦蝦 蓮子豬蝦改名年年代理 廣州人過年 家家戶戶都要買一盤吉 因為吉和吉利的吉在粵語同音 買四季吉基與四季吉利 買金吉的意思是金玉滿堂 買一盤豬沙吉又紅又大 當然是大吉大利 土口彩的反面是形形色色的語言禁忌 廣州人凡事都要講究好意頭 若然認為這個詞語音不吉利 就要改另一種說法 俗語叫做避己 譬如 過時過節 老闆請吃飯 廣州話的食和蝦是諧音的 生意人最怕蝦本 可以將食飯講成厄飯 又譬如動物的蝦頭 廣州話蝦和蝦是同音 所以要改稱禮 還創了一個月肉旁的禮字 譬如說 豬舌頭稱為豬禮 牛舌頭稱為牛禮 銅樹是本王曆 但是廣州話 這個書字和書贏的書同音 不好聽 所以改叫做通省 同樣 詩瓜的詩字和書贏的詩音 廣州人也改稱為聖瓜 講到瓜 廣州話還有另一個意思 就是死 黃瓜 是我們經常都會接觸到的瓜果 這樣一來 很容易令人誤以為 是說聖黃的都要死 避免聖黃的人尷尬 於是廣州人 就將黃瓜叫做青瓜 廣州地區潮濕多雨 出門離不開雨傘 但是這個山字和山火的山是同音的 山傘聲很不麗事 故此就改叫做傘 類似的詞語 比如說動物的肝臟 什麼牛肝、豬肝、雞肝、鴨肝等 廣州人覺得乾爭爭不好 要濕潤才好 於是就改叫做潤 通常會寫成月肉旁的潤子 所以廣州人 將豬肝叫豬潤 牛肝叫牛潤 雞肝叫雞潤 就連蘿蔔肝都叫做蘿蔔潤 除此之外 廣州人搭車 廣州人搭車停叫做慢 到站叫做有慢 說人肥了稱為發福 說人收了稱為清減 廣州人在宴席之上乾杯 不叫乾杯而叫飲醒 不叫死人而叫過身等等 這些都是廣州話當中的避忌說法 廣州人對避忌的事情反應很快 若然認為是不吉利的事情 譬如說打了黑癡 男的會說 哎呀大吉利士 女的會說一句哎呀 菜 萬日 在喜言或者仇宴之中 失手打碟碟茶杯 旁邊馬上有人會說 落地開花富貴榮華 或者說聲哎呀 碎碎平安 若然是小朋友口多多 說了些不祥之語 大人就會說 有怪莫怪 小孩子不懂世界 總之信不信由你 說了這些說話 就算不能逢空化吉 大家的心理也會覺得安樂一些 其實土口才 及各種語言禁忌 也是出於 大家對美好生活的渴望 對不祥事物盡量躲避 不過 古代廣州人 卻好像沒有那麼多禁忌 譬如說 古代廣州最有名的兩種花 末里素卿 世獨之下 末里 素卿 哎呀 你的鞋音 認真大吉利士 若然那時候有禁忌 絕對不會有這樣的名 但是 從哪個時候開始 廣州人有了那麼多秘忌 這件事就說不清了 廣州人 講意頭 表達了 廣府人對美好生活的 嚮往 是語言崇拜的一種形式 和禁忌語 偉淵語 都是一種 語言的藝術 滿足了 大家對美好 融合的追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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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